你還記得這樣的雙十國慶嗎 三軍樂隊演奏著慷慨激昂的軍樂旋律 帶領著陸海公各個部隊 緩緩通過總統府前閱兵台 部隊士兵精神抖擞 踢著熊啾啾氣揚揚的正步 在地面上踏出整齊畫衣的聲響 凝聚起全台民眾不分老幼的愛國心 總統府前廣場作物虛席 大家搶看的 除了英勇帥氣的阿兵哥之外 還有木蘭隊的女兵詞 這是一支由國防部女青年大隊 政工幹部學校和國防醫學院女生混合編組的女生大隊 民國49年 台灣史上第一次有女性參加閱兵 除了跟男生一樣 隊員的高矮胖瘦必須一致 還得胸線腰線臀線三線軍等 分裂式不提正步 改走每分鐘144步的木蘭步 閱兵分裂通過閱兵台的短短的幾秒鐘 你會感到非常的驕傲 而且非常的光榮 不只路上表演精彩 那一頭的海空軍分裂式現場 觀禮民眾同樣人山人海 水中爆破快品分駛 猜測煙霧裡到處都是槍聲 海軍陸戰隊大搶攤 精彩的兩棲徵搜大戲 聲光效果俱佳 贏得在場觀眾滿堂彩 天空上四架F51戰機 拖著白色尾煙 在空中畫出雙十字樣 還有經典的炸彈開花 為了看這場的演習 從空中俯瞰中心橋 橋面上萬頭端洞 當時主導政務的行政院長蔣經國 帶著高級將領們坐在淡水河邊親自教育 這是民國64年的雙十國慶 那時仙總統蔣公剛剛過世 嚴加幹繼任總統 國軍一連串的精彩表演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 鼓舞了許多國人的心 以行動來表示我們 舉國一致的信念和最新 歡迎大家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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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一年也首次加入 女學生牌子慶祝國慶 不管是中文字 坦克車還是飛機 就連老蔣總統的樣子 都排得栩栩如生 據說這幅老蔣總統的牌子像 是在國慶前三天緊急加稿 連蔣經國都不知道 還當場掉下眼淚 而要排除這些字和圖案可不簡單 是由六千位肥女 跟極美女中的學生 人手一塊板 跟著總統組頂樓的聯絡同學 和指揮老師的指示變換字卡 拼成那些年的國慶國慶 那個翻也不能翻快 也不能翻慢 前面會有一個人是舉牌 告訴你這個是第幾號圖 六零年代的台灣 高中女生牌子隊非常強烈 後來又加入了北女中山 緊美女中三校聯合樂儀隊 女學生青春洋溢 賞心悅目 也讓國慶閱兵 多了點普天同慶的味道 而老三台的主播記者 在國慶這一天則是不分彼此 一起排排座同時播報 今天是中華民國76年的雙十國慶 在風和日裡的陽光之下 舉國歡騰 不僅延長為一小時十位記者 共同為您主播 國有的主播 我都要很慎重的 大家坐在一塊兒 同時為了這場這個新聞 大家還去訂做制服 那我就記得那當時 比較資深的主播 當網際新聞主播 就坐在最前面 像那時候我還很年輕 所以我坐的是最後面 然後每人大概 只能分配到一條新聞 四月流轉 民國八十九年政黨輪替之後 就取消了國慶閱兵 該以三軍及民間團體表演 而國慶的愛國情懷 也淡了許多 如今 再回復過往片段 不僅讓人懷念起 那個人手一面國旗 那個令人擔心激昂 那個你我印象中的 光革十月